随着前一段时间气温下降 河南 新疆等地都出现了冬日美景 我们一起去看看 受低温冷空气影响 目前黄河三门峡库区已进入冰封期 在位于黄河三门峡库区的陕州区河段 风冻长度约21公里 由于水面宽阔 水势流动较为缓慢 加上库区气温持续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 产生的大量冰林宛如一朵朵冰莲花 点缀在冰封的河面上 为冬日的黄河增添了一抹生动色彩 这几天 位于新疆伊犁河谷南部的阿和牙兹大峡谷 气温下降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 峡谷内的玉湖湖面凝结成了厚厚的冰面 洁白的冰泡悬于冰层里 层层叠叠 大大小小 而湖面上的堆雪 则形成了一朵朵盛开的冰莲花 在阳光的照耀下 晶莹剔透 据了解 冰泡是由于气温迅速下降 冰封速度过快 湖底腐直质在微生物分解作用下 释放出的甲烷等气体 在上升过程中被锁在冰层之中形成的 冰层之中被锁在跟事物分解冰